这里是上海的一个普通社区 被封闭的57天里 居民爆炎在小区里发现了84种草药 43种野草 并写出单日阅读量10万家的研究报告 趁着上海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记者进入他的研究室一起留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是早熟河 一个很著名的牧草 这个是鼠域 就是我们吃的山药 这个是生鹿 是一个挺著名的中药 全草都有毒 杠板硅 土名要适合倒退 上海名菜马兰头 这是汉菜 很多有菜籽的其实都是能吃的 要不你尝尝 我尝过一次其实没有什么味 很辛苦 普遍还是拍了好几播了 我在手机上看着好像还行 因为很多植物很小 然后就得就是趴着呀 据着呀什么的 拍完以后在电脑一看呢 又糊了 又回来拍 回来拍的时候发现没了 小孩很多 你看 那个大家会揪来揪去 踩来踩去 我觉得最麻烦的 最花心思的 还是在查资料上 很多我是本来就认识的 但还是有一些 我是知道它 但我不知道它的学名 有一些就是中文 资料不够 你要找英文资料 完全靠这种软件 是肯定不行的 它就是草莲识别 它的出错机率 其实挺高的 就构树小的时候 它都只有这个椰子 后面它才会长出这个椰子来 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 用那个软件 扫到这个椰子 它就告诉你 是那个椰子 但其实错了 它后面还会长这个椰子 它又开始变成 旁边没有那个凹槽的 就是那个凹猎的 对 所以它那个椰子 就是它的一生里面 它会变好多次 喜欢椰子就是我一直的爱好 这个兴趣是从小就有的 但是一旦了上了班 其实就没有时间维护你的 我自己的个人爱好了 虽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能做跟植物有关的事吗 因为我后来去做了零售 做了市场 后来我去做面料 其实都不是直接跟植物有关系的 但是每做一个部分 就是提到有植物的信息 我都会脑子里面想一下的 这次是比较直观的 就是比较显 这段时间我觉得是爱好反过来 滋养了我 它一直没辨识 它提醒我 我还可以做这件事 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跟外界的关系切断了 就是因为小区封闭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重新建立联系的过程 所以我的注意力就自然而然的 就关注到小区的这些植物上面 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需要 同时它也是一个挺珍贵的 这段时间的这个瞬间的存在 我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是那种大哥大爷 他比我大 他比我智慧呢 他虽然有一些草本是一年生的 但是他承载了 可是几百万年的进化的结果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每个部分都在他的基因里面 他知道要怎么长 他知道遇到某些情况 他怎么开枝 开不开花 还是什么时候开花 其实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的智慧了 我会觉得有点遗憾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除草这件事一直都在发生啊 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些草 它不是今年才有的呀 每年都在除 然后它是去年的种子 它甚至是前年几年前的种子 遗留下来的 所以没关系 即使是除草 也不会除得干干净净 它还是会 春风睡忧生 太阳 监制 被窜村 被移民 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